学生组织香港中学生关注组联盟 2月7号在铜锣湾摆设接站 挂起抗赤化真民主标语 并呼吁市民联署反对当局改革通识科 香港中学生关注组联盟成员 中四学生儿童学表示 政府将通识科变成国民教育2.0 不准学生独立思考 他相信香港学生的眼睛血量 可以在乱世中学习 同时不应集权打压而收身 中西区区议员梁晃伟也来到接站 他提到新科目的四大主题中 有三个都是围绕国民教育 剔除有关中国的负面内容 这个适章会改革的通识科 就很明显就会将这个所谓的 批判证思考的员受剔除 就改为由这个教育的读国方面 就单方面地向我们学生 顾书一些他们认为对的事实 顾书一些他们只有希望 给学生知道的事实 十余名警员在接站旁边戒备 一直拍照录影 并抄下接站义工的身份证 化名Hello Kitty的学生表示 参与接站感到有压力 但是为了未来的教育制度 未来的香港 我们年轻人想要前赴后继向前走 新唐人记者张晓慧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词曲 李宗盛